我们当个可不是只有音响 还有你们音响不到的一些小玩意儿 比如手机壳啊 还有钢化膜 钢化膜那一条比较多啊 刚好今天有两件货要打包 这两件货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香菜不是只有零食啊 主要是做批发的 这里面是钢化膜 需要用这种泡沫箱打包 因为如果不用这种泡沫箱 就怕它会碎 毕竟钢化膜那么脆弱 你可以看一下 香菜还是很贴心的 把它打了很多泡沫 还用盒子装 这些是盒子装起来 一包里面有10张 这个蓝色的是磨砂的 还有这个黄色的是防灰的 都是给它包起来了 而且还很贴心的 帮它标注的哦 不只拿了防砂的和防灰的 还有高清的 高清的就没有用盒子装 就不给你们展上看了 我们再来看这里的一箱 这一箱里面呢 这里面是吹风机 吹风机这里面是有10个的 打开看一下吧 哎呀妈呀好好看啊 这马卡龙色 其实这不只是它第一次拿了 它只是补的了 因为之前它七个颜色 每个颜色都拿了 它这次补了两个比较热门的颜色 这个马卡龙色真的很有女孩子喜欢 之前夏天是用霉红色的 那时候还没有出这个颜色 出了之后香菜可想换了 但是又想着不要浪费 终于把它给用坏了 用了三年了 终于换了这个马卡龙色了 这个红色的其实也挺好看的 它的机身都是灰色 只有前面这里是红色的这种的 这个吹风机是一键开关 还有可以调节温度风速的 都是三档的 还有一个就是可以调节冷风的 一键调节冷风 这个整体的机身质感还是不错的 下面还单独做了一个防尘网 哇这个还是直吸的哦 这个线是有一米长的 里面还有一个风嘴 还有一个支架可以直接吸附在墙上 到时候直接挂在上面就行了很方便 它只拿了单风嘴的 还有五个风嘴的 五个风嘴的其实没有那么实用 连香菜都只用单嘴的 因为那四个风嘴有什么作业 连香菜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香菜只将来拿单风嘴的就好了 这两项货都发到海外的 这一项刚化模式发到弯弯的 然后这一项吹风机是发到在在的 难道香菜的罗莫是长在海外人的 成为点上了 只有海外人喜欢香菜 难道国内的不喜欢香菜吗 如果是江南公里 就这样是aan内出的 请订阅您的支持 加入哥小杜与 辰联合 在我最后的 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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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